詞曲 李宗盛 寶貝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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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 好那我們下午的第二場由魏可來跟我們分享 那請大家掌聲歡迎 魏魏 欸 大家好 聽說我現在這一場競爭對手是 前輩阿肚婆在另外一邊講 微笑會有這麼多的留下來 不知道是坐得太舒服 所以不想換位子還是真的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那不管怎麼樣 今天聽一些比較大的Chromework Card或什麼之外 我們這一場來講一點比較 我自己覺得比較實用啦 但是可能可以給你們很多幫助的 有關於Template的部分 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Wake 今天早上有朋友說 雖然我跟SoSorry完全沒有關係 你不是兄弟怎麼了 這個頭像沒有很久的 然後我姓Leo WebLeo 那如果有要找我 像是我的Email web.jsm.gmail.com OK 好在這個Session開始之前呢 我想先提一下 因為這個Session 我想向大家傳達的是 從實作到概念的東西 我先確實地 不好意思 那個界線有問題 我們這把那邊跳一下 主要先調整 我想問一下 在座各位有用過Type-Light Engine的人 可以舉個手嗎? 就是樣板已經 哇 那目前是用 最紅的那一套 可以給我一個提示嗎? 熊熊忘記了 Smarty 不好意思 是用Smarty的人 可以舉一下手嗎? 也不少 那剩下的人有用什麼其他的嗎? 好 第一排就可以留一種沒關係 好 稍等一下 我們跳一下解析度 不好意思 淡堆一點時間 好 我再重複一次 就是我們在一層開始之前要提醒一下 這一個一層裡面slide看到的code 盡量不要直接套用 因為我是為了要表達方便傳達一些我想要表達的概念 所以我用的比較顯得沒有那麼精確的code 好 好 但是不用太擔心 這個 不會造成什麼問題 好 在開啟的一層之前 我剛剛請大家舉一下手 就是 目前有用template system的 大概 可能不到一半 就是我自己在外面接觸很多朋友 他們其實也都沒有用 那 大家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我真的有需要用一個template system嗎? 就是我在做我的project 或是做我一些公司的東西的時候 有必要去用這個嗎? 因為我們經常都會聽到 PAC本身 就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樣板引擎的 也就是說我們只要在HTML裡面穿插片去code 沒有問題 正常輸出 但是 這個會 對我們有一些 比較麻煩的地方 不容易閱讀或什麼的 在2008年的時候 CI的作者 他曾經 可能 因為他在開發CI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 大家在效率上 有些討論過一些東西 所以他曾經提出過一個 新的project 為了效能的部分 他 這個project OK 他project down了下來之後 down了下來之後 裡面就是這樣 他說這個project 全世界可以投用 沒有任何package的問題 沒有任何值錢的問題 效率百分百 直逼PHP 就是 OK 最佳 所以在template裡面 其實 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不用任何template engine 你只要用原生的 當然沒有問題 效能百分百 但是 嗯 我們總是會有些考量 所以 我們真的需要一個template engine嗎 我想這個問題其實 不只是 這個system好或壞 也會看各位 大家的專用 或是 使用上 或是甚至環境上 譬如說twit 他的環境要求5.2 推定5.2以上 那如果你的公司的 那個 正式環境 是在4的話 很明顯沒辦法用 OK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沒辦法給你們一個 很 正確的解答 但是這個就是看大家 在介紹完twick之後 我想你們心裡面會 有一個選擇 OK 所以我今天就是 帶給你們twick 這個 非常快速 而且比較新 的形式的template engine 好 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來提一下 大家最關心的效能 我們第一個聽到template engine 最討厭的就是 慢 那twick有做一些動作 第一個就是 它會compile 也就是說你實際上的樣板 進去之後 出來 它是PVP code 但是你 可能讀不了 不容易懂 因為當它的 編譯過的架構 而且它會catch起來 只要你記得去打開那個 catch enable 它就會catch起來 那除此之外呢 twick他做了一個 還不錯的聲音 他做了一個PVP extension 但是請記住 它這個extension 只有做一個function 就是它裡面 Loading最高的 這個getter attribute 這個function 也就是說 你不要覺得 我今天把 就是我想要做一個效能 所以我想要走 compile 然後twick source call node 加compile 或者pop 不好意思 跑不出來 我以為它compile 是整個的 是extension 是整支 就不是 它是只有這個function 加速這個function效能 因為這個function 不只是 它在compile 它主要是 Render的時候會有 這個會關係到 twick 它的temberday上面 那些裡面的tags Ruture function的時候 解憶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它提供非常多元化的 擴充性 OK 如果你的care效能的話 還有第三個選擇 就是透過ABC 或是Firmware 可以選加速 這個我想 大家應該都了解 就是 很傳統式的加速 OK 我們知道它的效能了 但是我們想看看 這個東西 用起來怎麼樣 手感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陳設計師 一用一個系統 不只是系統好過壞 也要看屬性合不合 有點像 挑公司或是挑女朋友一樣 我自己個人用上面 我覺得twick還不錯 它是乾淨 而且還蠻優雅的 但這個是相對 我們來看一下 OK 這是變數的部分 左邊是原本vbcode 右邊是twickcode 如果有用過tember assistant的 這個partner 應該很清楚 就是 很長 很多樣的系統 它都是雙括號 或者是括號 加一些其他符號 然後中間就是變數 OK 第一個是變數 就是左右兩張括號 然後中間變數名證 第二個 它同時是array 也同時是object的屬性 也就是說在twick裡面 你在變數的地方 用點 不管這個變數是正列 或者是一個物件 它同樣可以帶得出來 推格它很致力的一個地方就是 它盡量把樣板 跟原本程式碼切割開來 不管你程式碼 裡面做一些阿里不達 一些古怪的事情 到這裡來 我們就是降低負荷 不會有太大負擔 第三個 你是不是很明顯 就是一個ray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code 那第四個 是一個三原表達式 三原診式 這個 我只是在這邊陳述一下 它 雙括號的時候就是 alput的資料出來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 使用三原表達式 沒關係 好 剛剛是變數 再來 我們在PHP裡面的function 在tip裡面 它拆成兩塊 你不叫filter 你還是叫function 那filter的部分呢 是做什麼 主要是 它有個前導的input 它針對這個input 去做一些處理 譬如說 看白字的地方 白字第一行 content它一個 中間的分割線 然後後面是 NL2BR 這就是大家超熟悉的好夥伴 你只要東西進來 趴 你要把換房轉币 就是它的 對 所以這個是原生 就是tip它提供的function 第二個 content 然後 一條分割線 後面是roll 一樣的意思 前面content這個變數 它把它傳遞給roll 這個filter 這個filter是幹嘛的呢 twig很強調一件事情 是它的安全性 也就是說 它所有的資料 在從上面 傳清twig 包括的出來的時候 它通通是有經過 編碼的 所謂編碼是 就是你們通常會 避免basical ingestion 或者什麼 要把那個html tag 全部用 把html entity 那個東西 那個function 去弄出來的 推格預先就幫你做了 所以 你要加roll 這個意思是 你不要做這件事 不然你如果 HTML變體器 前面大家應付的 高音機台就出來 全部就知道 扣在畫面上 因為它不能執行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行 它就是對應上面 pcp有個扣第二個 你要去把它扣 因為其實它是以扣的 同樣的 它的filter是接受 不斷地應付的進來 第二行的牌子 content row 它可以不斷地強敵 content 丟到L2BR 再丟到Dance 這個filter面 它就會告訴你 這個總共多長 好 第三個 這個是function 前面的filter 搞清楚 有前面的家伙 filter 沒有 第三個是function 就是random 那 就是個function 它是取random 0到10的意思 好 這個就沒有什麼好比較 因為我覺得它在 推格裡面 跟在pcp裡面 有太大差異 都一樣抽 邏輯跟圍權 logic的部分 跟loop的部分 這邊比較需要提一下的是 你可以看到它在 邏輯跟圍權的部分 它提供另外一個 包裝的tag 它是 一個大括號 一個前字符 然後一個前字符 一個大括號 幾個位 凡是 以這種形式 來處理的 在推格裡面 它統一叫做tag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 這些東西 它都是有提供一些 比較特別的 OK 第三個 前面兩個沒有講 第一個是 也沒有判斷 第二個是 for the loop 第三個是 我們如果在推格裡面 要指定 某一項資料 給一個變數 一定要用seater pride就沒辦法 你不可能不用seater 然後直接 什麼之類的 那個是沒有辦法的 OK 所以在推格裡面 是進變數有點麻煩 而且 它 一個區段 表達是 只能接受一個 換句話說 請盡量不要在推格裡面 重變數 很麻煩 除了剛剛我們強調之外 推格還有另外一個 應該說它有幾個特點 那第二個特點是 它的組織性跟重用性非常高 OK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我剛剛說 不要太扣 因為這個扣 我們都盡量把它做成 容易表達的形式 好 我們在拆樣板 或者說我們用樣板系統 最主要其中的目的是 我們希望它可以重複使用 所以給我同時提供了兩種 一個是垂直式的繼承 就是這個 我們今天先做一個主樣板 譬如說我們最主要的layout 我們把這種幾個挖空 然後下指令 你看這是Tech 因為它是用簡直號 我們給這個block取一個名字 Grabber OK 把它ender起來 中間放defaultcontent 這個樣板可以被其他樣板 有繼承 也就是說我今天做兩個樣板 一個是gaster看到的 一個是member看到的 他們兩個同時繼承這個樣板 然後呢 他們在自己裡面 再重新定義block的內容 就可以把它替換掉 OK 我想有用過tablet system 你應該對這個 對他都會了解 但是tab還有另外一個 還蠻有趣的就是它 水平式的重用 你今天可以在別的地方去定義 別的檔案去定義不同的HTML區塊 然後呢 再一個配體連呼叫它 你先use它 use這兩個檔案 使用這兩個檔案之後呢 透過block的形式 就是這個function 這個是function 它是兩個大礦號 tablet block的function 就把它call出來 它就會停了 OK 所以tablet在樣板的彈性上 做得還不錯 它同時有垂直式的繼承 水平式的切割 讓你有兩種重量方法可以用 再來 tablet的擴展性很好 但是因為沒有誰講得多 你用一個圖來表達 tablet所有的 你用到的東西 它幾乎都是可拓展的 譬如說從micron macro我們剛剛沒有遇到 它是有點像剛剛我們所講的 那個水平用樣板 但它是更碎快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定義很多小macro 包含了一些運算 然後再大量把它call出來 譬如說如果大家用front work的話 很多view helper裡面 是會用到這種東西的 譬如說你們在搶form OK 有一些input 有一些textpail 什麼之類的 它會需要這種東西 那 global function filter tab 甚至連operator 它都可以拓展 OK 好 我們大概知道 這個twitter用起來是什麼感覺 那 twitter它在整個架構當中 或是說我們希望它 是什麼樣的角色 當然第一個最難 它不是安全的廢話 就是 你要不要我去乖乖變樣板 除此之外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其實一個樣板 它不只是在真正做樣板這件事情 它做很多其他的 為什麼呢 因為 OK 這是一個大家很常見的理性架構 我把它就是簡化 其實所謂front work 通常的templic都是有概念 那 在view裡面呢 它其實通常不會只是 就是個view而已 它都很苦命的 你上面東西下來 在它裡面的時候 還要繼續做規勸啊 圖書 就是簡單的 你要把一個會員資料 幣筆列出來 你知道的 可以跑一個forward 有一些templic system 它是有控制端 它在control裡面做這件事情 它會在control裡面下一個路 然後然後跑跑跑跑 然後天天天和sign sign sign 做弄出來 但是twitter它把這個東西 就挪到templic裡面 這樣的好處是 你的程式嘛 跟你view這邊的必要的口 是切割乾淨的 所以 你如果今天要改一點東西 它是屬於view的 你就知道去view 你不是什麼都塞在control裡面 在mvc加上你的view 其實還會做哪一件事情呢 就是control control的部分 它的邏輯判斷啊 譬如說有那個沒登入 它要先是紅的黃的 好loop 好圍圈 好這些資料 data binding data handling 就是 最簡單的 剛剛那個 一個content進來 你要email to be 你要算長度或什麼 再來 還有就是樣板的結合 所以 twick它對我們做這些事情 ok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但是 實際上你要用的時候呢 什麼時候會用到 如果今天主管要你做一個專案 他說 ok 我做一個專案 我要有一個職業 我這個網站就有一個職業 上面寫來 love you 要給我女朋友告白 好你就信號才能回去 夸了 ok 你對推個人手 兩個小時我 我對推個人手 兩個小時 做出來左邊這樣 拆了一堆tablet 裡面全都空的 因為我以前做架構 傻子嘛 右邊這個 另外一個工程師 巧巧聽到這個消息 偷偷做一個index而已 裡面寫來love you 然後結果你去 兩小的時候 你拿東西給老闆看的時候 另外一個工程 你是在那邊跟老闆相談甚壞 所以 我要表達意思是說 不管是樣板機 還是怎麼樣 它都是適度的使用 不是萬能的 不是你什麼樣的 發覺都要拿下去 你在用之前 評估一下它能不能帶來 效益也許在小的發覺裡面 其實根本用不到 你在做一個很展示性的 專案裡面 這個東西對來說 沒有什麼用 ok 我們 時間好像過得很晚 我講得太快了 我們來講一下 表表區一點應用 這個是我們團隊 自己在開發專案上 所遇到的 應該說是 應用 所以我們比較很確定應用 ok 第一個 Photo的 這個部分 我想大家都 如果在做 類似社群的東西 都會以為今天就是 那個圖片 總是有多種大小 一個使用的 上彈簽的圖片 你要把它 轉 OK 400x400 200x200 100x100 50x50 30x30 為什麼30x30 那個 床上面有個導彈列有沒有 有個小圖有沒有 像那個Facebook上面大家也有個小兔 30x30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資料報酬版 存一大堆 我們在做一些嘗試之後 我們選一個方法 透過推特它的 一些方式來達成 第一個 我們原始資料 中間會插一段 就譬如說 冒號size 假設是這樣 的字串 我們在templar裡面呢 給它一個 自己擴充的filter 叫做 image-to-log image-to-log 這個東西呢 它實際上去call的是 我們給quick 自己擴充的image-to-to- 底線信號 這個信號真的就是這樣指定 因為它會自動把這個large pass成一個parameter送進去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又在quick裡面 predefined這些關鍵字的時候 它最後就會 這個function 會去call這裡面的東西出來 然後最後轉轉轉 轉出來 就變成twow斜線 error斜線photo.mpg 懂我這意思嗎 所以 這種東西 在我們做 開發的時候 提供了不少幫助 有很大一個原因是 對個它的表達法 比較簡潔 或者說 在我們來說比較簡潔 因為如果你同樣的pvp 當然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依靠去call 然後不斷的call function 再變就進去 所以 提供一個選擇 除了這個之外呢 OK 這是另外一個 有趣的地方 我們自己偷偷會叫它 它不是driven 但是其實這個 這應該沒大關係 它是什麼呢 它是 一樣是一個很傳統的東西 就是透過推格之後 比較好用 我們在member 就是我們第一個 member的class 它有兩個 method 就是get 我們只要用一個 就是get 這個東西 當 tember的裡面 需要去取用這個時候 它就自動載入 資料到裡面 你要稱它為是 let alone 也可以 就是 需要的時候才用到 那只要 就是應該說 我們在整個 我們的project裡面 把class的部分 包裝得很齊全之後呢 我們這個樣板 其實連設計都可以做的 我的意思是說 套資料 連設計都可以套 它只要知道 我要拉什麼出來就好了 它會回頭去摳這個 透過推格 去摳這一支 class 摳它裡面的方式 讓它的資料出來 然後就是 會完成這件事情 OK 不好意思 真的講太快了 有沒有人要提問的 沒有人要提問的話 我就要衝突再講一次喔 不然來聊一下 有用 我有忘記它的名字了 Smarty 對 有用Smarty的 可以再舉手一次嗎 不好意思 好 Smarty呢 其實我本來準備這個 它的QA 但是 沒有人問 你去網路上搜尋 Smarty 跟推格 做比較 很多 你會發現很多文章 都指出 Smarty的效能 3 Smarty 3 的效能 比推格好 但是 有很多 Fronty 依舊 把Twitter當作他們的 Tablet Engine的 一個重要選項 主要是因為 Twitter它的擴充性 真的很好 你 你這個樣板 只要它的 原本 規範出來的語法 夠簡潔 你後續 Follow它去擴充的時候 都是一個整齊的方式 好用整齊的方式在做 也就是說 拿一個比較偏薄的例子 Ruby on Rails 很多人都說它好用 那其實是因為 它已經在一個 Fronty底下 大家做同樣的事情 那推格也是一樣 當我們Follow它去做的時候 我們在Tablet裡面的一些 變數啊 那些Filtre啊 都可以維持一個 比較漂亮的樣式 去傳達出來 很像成員的 唯一文字 叫Smarty跟Twitter的效果 看過很多國外的文章 或這個文字 就是大陸那邊的評比 Twitter都比Smarty慢一點 那這個當中有一個 稍微有一個原因 可能是因為 Twitter它預設 是有HTML entity 那一個方式 它會把Jump解放 那 Smarty是沒有 但是Smarty 你可以把它Enable起來 所以 有人去試測 Enable起來之後 兩個Tablet Engine 像我們其實沒有差異太大 那再來就變成 大家 自己喜歡的選擇了 OK 再來聽一下問題 好 看來大家會非常的害羞 而且我覺得大家應該是快睡著了 那 可是如果真的很想睡的話 我們接下來有 將近二十分鐘的時間 可以讓大家入信心 然後大家可以廁所晃一下 然後外面有一些就是 那個廣告